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看到的应该是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的界面 那你能听见自己说话吗 还有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 呃 我现在还在加载 就是没有那个 他们说听不见 嗯 应该是的吧 嗯 应该是的吧 嗯 应该是的吧 我不知道啊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显示的 我觉得显示的是没有在直播 起的关 我不知道啊 我们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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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的是没有在直播 起的关 嗯 他们说没有听到 哎 奇怪了 我其实听到我自己的回声 嗯 我看看啊 嗯 他们说没有听到 你别忘记了 还要录哦 嗯 我已经在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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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奇怪 我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啊 还有包括你的声音 不在 啊 我也在那边听到了 嗯 我已经在录了 嗯 我已经在录了 哈哈哈 有 kleine把努力 racing的回声 也 Hopkins 哇 我已经在录 RBG 都在录了 你ogue 我也是在录了 你Σ这个組 Histा brig 我已经在录了 我也在录了 嗯 我也在录了 另外还没你可以义 哦 我也在录了 哎 奇怪 我能随着录你自己的回声 tried 尤其他的回声 还有包括你的声音何 Metroid 会在录 strata underest 我也发 remind 我也在录了 我也在录了 你啊 我也在录了 你 Urban 我也在那邊聽到了 我也在那邊聽到了 聽到了 1 2 3 4 4 5 6 6 听得到回声 现在能听得到吗 喂 现在我说话可以听得到吗 现在能听得到吗 现在能听得到吗 喂 现在我说话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到回声 文轩 现在能听得到吗 喂 现在我说话可以听得到吗 文轩 现在能听得到吗 抱歉 他们说是有回声 但是是听得到的 但是是有回声 是有回声是吗 嗯 好好好 现在能听得到吗 抱歉 抱歉 我来了 他们说是有回声 但是是听得到的 但是是有回声 是有回声是吗 嗯 好好好 现在能听得到吗 抱歉 抱歉 我来了 他们说是有回声 他们说是有回声 但是是听得到的 但是是有回声 是有回声是吗 嗯 好好好 文轩他们让开始 喂 喂 有回声 我想想看我discord 要不就静音了 那你不就没有声音了吗 但是我 因为我有直播的声音 我可以把我声音从 直播软件直接输入进去 哦 可以可以 这个discord 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吧 文轩 好 可以 应该是有回声 我现在 嗯 我不知道 我先说着 行 慢慢调 好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 NACG北美英雄联盟 电竞联赛 友谊赛的 现在是我们进行到的第四场 我是本场的解说 江旭 大家好 我是本场的解说 文轩 NACG北美电竞联赛 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GNC国际暑期教育平台 冠名赞助 感谢零龙加速器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到了 我们的班选阶段 呃 参与本场比赛的呢 是两支妹子战队啊 然后他们分别是 呃 TPM战队 以及我们的 这一个战队名称非常有趣 叫我们的上单是条狗 OK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蓝色蓝的一选一班呢 搬掉了这个大虫子 还有小炮 而我们的红色蓝一班 搬掉了这个卡里斯塔 也是非常针对 目前非常针对下路组合的 这么一个搬选 文轩 我们的这个房间是不是开错了 我们房间好像是 应该有六个半位了 对没错 这好像不是那个像比赛的那个自定义的房间 需要沟通一下 你先把这个麦克进入音吧 好的 就说 это 不错 有完美的 麻松 三宝 老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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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NACG北美英雄联盟电竞联赛 友谊赛的第四场 我是本场的解说江旭 大家好我是本场的解说文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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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轩 我这边 听得到吗 我还是重新把这个麦开吧 嗯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比赛界面啊 进行到了这个搬选 我们刚才重新开 重开了一把 因为我们的模式的不对 不过我们现在 嗯 是以正确 呃 重新的这个 保持一致的搬选的顺序 以及这个英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蓝色方这边是搬了这个 大虫子小炮 还有猪女 然后我们这个 红色方搬了两个AD 一个卡里希塔 还有一个霞 也是目前为止 版本非常强势的 两个下路 包括这个 三班的 搬了一个落 把这个 目前版本非常强势的 下路两个英雄都 都给搬掉了 没错 好 现在红色方 一手先拿了 黄子 黄子这个英雄 作为也是比赛热门英雄 对后排的威胁性 非常大 而且能配合很多英雄 能打出一套 团战的combo 所以红色方这边 一手选的是 对后排非常有 冲击力的选择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下路这个组合 已经两方非常的明显了 这边选出了 大嘴加露露 一个风露组合 以及 下 以及我们这个 红色方这边选的是 女剪加纳美 想要利用手长的优势 在线上打一个压制 没错 然后这边蓝色方 第三手选的是九筒 作为打野位 对 然后他们在第四选上 搬掉了上单的蓝博 是的 这个位置现在 其实还是 比较摇摆 对 还是摇摆位 还不一定是打野的位置 所以他们选择蓝博 作为第四选 搬位的话 还是可以理解 不过黄子我觉得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要打一手 这个打野位啊 上单位的话 太容易就是被counter这么一个位置 而且前期的爆发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足够 在这个版本里 嗯 确实 然后 红色方这边 第四选搬掉了中单的瑞兹 嗯 瑞兹这个英雄 因为有他们那个大招的这个团体传送啊 导致非常的OP 而且目前为止在中单来说 是一个比较压制的这么一个法师机关枪 所以搬掉他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没错 主要他在世界赛的版本上 还有一个W的伤害加成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 出场的一个机会 是的 然后这以后 这边双方分别搬掉了大树以及巨模 这两个坦克英雄 对 是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方这边 我们的这个 九筒应该是个打野位了 选择 守圣 那么 以目前为止的四个英雄 可以看出来这个阵容 看来是要打四保一这个 保大嘴 那么 不知道最后这一位是否会补一个输出呢 这个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了 嗯 没错 尤其是在中单位的选择上 其实像发条这种 新德拉发条 对 各方面有控制啊 有爆发 再加上有一些保人能力的中单 其实非常适合我们右边 是的 团战阵容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蓝色方这边最后一选选了一首 阿黎 没错 这么一个突进刺客 可能是想用来 但是 想要突出这个 对方的这个大嘴这么一个脆皮啊 不知道这个 在有这个肾的这个保人能力下 这个阿黎是否能突进成功 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 好 果然这边最后一选选择了发条模拟 是的 这个配合四保仪阵容 非常强的一个 比较稳的一个中单法师 是的 而且配合这个酒桶啊 不过 就要很精巧的配合 因为酒桶的大招 是代位移的 就是如果跟发条的配合不够 这个灵性的话 对 往往会出现一些 是的 好的 现在我们这个双方 进行 进行到了一个 这个 选拔了所有的英雄们 从这个阵容上来分析一下 那文轩你觉得哪边的阵容 会 比较 就是 吃香呢 或者是 我比较 能打出优势 嗯 其实这两边阵容 左半边的阵容呢 比较偏 前期一个推塔节奏 右边的阵容呢 偏一个中后期团战 一个保护后排 持续输出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打法思路 这样子看来好像都不存在有 那种分推的这种 感觉双方都是想要打团的 比较凶比较激进的 这么一个战略方式 没错 尤其是这把我们 主要要关注一下狐狸 是否对 对方的那个双C 造成足够的威胁 是的 不过我觉得 那蓝色方这一手 波比选的非常灵性啊 就是如果肾选择保人的话 那么就是有黄子加狐狸 这么一个突进 如果肾选择突进来的话 那么像波比啊 纳美啊这些保人 都是完全可以就是突破这个 肾的这个进攻 以及九筒的进攻 没错 而且在波比和黄子的这个配合上 其实还有黄子大招 框住很多人 波比一技能推强 造成一个像 一个人造combo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人造强 没错 再加上如果一旦被晕住的话 纳美泡泡把他们的泡起来 然后女性的夹子震 配合大招 嗯 只能打出一套非常足够的控制 看样子在团战里的话 是非常考验这个 露露的这个 大招以及这个变阳 这个技能的释放 释放时间 没错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担心的是 右边的阵容 其实在我看来 魔法输出稍微过多了一点 在AD上 是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们太过于依赖大嘴 对 其实大嘴这个英雄 也是一半魔法 一半物理的 是的 可以说魔法的伤害 输出还是占大部分的 就是他可能 而且 嗯 大嘴在那么 前两个大剑做出来之前 还是非常的 依靠这个队友的carry 所以要确保其他线上的稳定程度 在前期 能够至少是不劣势的这么一个程度 大嘴才能够顺利的发育 没错 没错 尤其是到后期 他如果想打动对面的前排两个英雄 他还是需要出一些如无尽啊 如破败啊 这种 还是偏AD型输出的 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贵了 要很后期了 是的 不过看皇子这边这么激进的这个一个阵容 感觉是要打团的这种 不知道皇子是否是会出肉妆 还是出这种比较偏输出妆多一些 没错 嗯 所以说 对 所以说如果说论坦克的话 那肯定是波比式坦克 那么皇子呢 还是很摇摆这么一个 一个位置 没错 但是 其实论输出的话 女警跟狐狸两方的输出 其实是已经够的 看我们前期 嗯 反正女警在线上是不可能吃亏的 她这个 手长的这个优势 对 包括其实在辅助的对决上 纳美因为是回血 而露露其实是护盾 是的 在线上其实纳美 还是稍微压制一点露露 个人观点上 是的 不过还是看露露这个W技能的释放的这个时间点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没错 嗯 现在我们比赛开始进行到了这个 加载的界面 很激动啊 这感觉第一次OB这个妹子队的这个对决 我觉得非常非常激动 是啊 到底能插出怎样的花 是的 少有这个妹子战队的这个 这个对决啊 我觉得 因为很少这个游戏本身这个高端妹子玩家 确实是很少些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双方的框也是非常的璀璨 对 尤其是酒桶的框 这个宝石箱的 酒桶和纳美的框 这个宝石箱的非常有诱惑力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我妹子多的好处就是大家选的英雄真的颜值都很高 对 包括像阿里 其实在该版本还是偏冷门的一个中单英雄 是的 还是看个人的使用率 对 现在我们游戏开始正式进入到界面 然后我们的双方都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冲出这个家门啊 对 在出门庄的选择上纳美和女少许有些不同 是的 不过我觉得纳美这个出冰庄女皇还是非常的划算 因为毕竟纳美这个前期是蓝量真的很少 如果一直是用W的话 用W来回血的话 没错 他其实也是需要打出一点那个输出的 而且后期也更方便于坐眼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双方是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就是 河道一字站开的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波比在这个蓝色方来守眼 然后我们的这个下路组合 也是在这个河道的两边防止对面的进攻 没错 双方打野开样子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开法 双buff 是 不过讲道理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双方谁入侵再前期入侵也都不会占太大的优势 毕竟像这个酒桶跟皇子这样子的打野 前期也是五五开吧 对 其实包括皇子这样打野前期还是稍微比较伤的 是的 不过他们有那美嘛 好的我们镜头来到了是中路 哇这个狐狸果然是非常的凶 上来就开始技能消耗 不过前期像发条这样的英雄确实是需要这个不让他好好的补兵 然后一直通过骚扰补兵的这个方式来压制 不然的话发条这个qw前期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狐狸这一套 对狐狸但被一套打中的话其实是挺亏的 是的 如果狐狐狸能够完美的打出最远距离的q的话 连续两段第二段q的真实伤害回来的话 还是比较转 毕竟狐狸她的被动是最回血的 嗯 嗯 上路开始了对拼对A啊 哈哈哈哈 是的 不过甚至她既然有这个w的技能存在的话 伏比应该不会选择跟她对A啊 哦 大路我们是的 女警是被娜美套上了一个E 但是露露选择的是对娜美来下手 好 我们的中丹 是的 中丹 是的 我们的这个皇子 在早期的干壳 而且我们的九筒啊 也是来到了中路想要反蹲一波 但是好像没有机会 而继续去选择打这个河道的这个螃蟹 对啊 对啊 你只能手长再配合娜美的回复 还有娜美的E 对啊 确实是下路组合是很难受的 下路组合 中路九筒还想来继续搞试 不过好像被察觉到了 是的 是的 而且像狐狸现在有E技能存在的话 双方也是不敢轻易到前面去 上路 这两个大肉 精彩 是的 现在波比把线完全推过去 九筒在后面绕后 波比好像并没有察觉 哎 我们的 是的 现在直接潮风到二神 而且他之前是有一个小小小的失误的 也把拿队全开了 然后 真的一个 是的 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娜美是Q到了这个大嘴 被这个 已经跟上一个Q打了一跳消耗 还是很难受 现在虽然大嘴出了多蓝盾 但是血药已经磕完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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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下路这个女兴压的非常非常的凶 不知道这个什么酒桶是不是能来一波有效的杠 现在下路非常需要这么一波九筒的杠 不然的话 是的 不然的话可能下路这个一塔将会消掉 大嘴这个时候回家的话 露露很有可能被配合打野来一套塔下的强杀 但是我们的王子现在选择的是去对面野区 但对面野区现在非常的空荡荡 等于白跑一层 是的 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他们一定会在这个河道这个位置插眼 不过我觉得这个眼位可以插得稍微再深一点 像这个防止这个发条一些游走 以及对面打野从河道过来 毕竟他们在那个河道是没有视野的 没有螃蟹的 哇 发条这个QW是真的 真的打在人家身上是真的疼 现在我们的这个酒桶开始往中路走 是否是想对中路搞点事情呢 这个这个狐狸是已经到达了六级 是的 是的 不过之后的狐狸可以靠后期的这个在左右线上的游走 来获得另外的这个经济收入 看看是否有机会 现在这个我们红色方的下路一塔是被磨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不知道这个时候黄子是否会抓住这个机会来趁机拔掉这个下路的一塔 甚至拿小龙的 看样子黄子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兴趣啊 现在我们上路也是开始了非常激动的这个对拼 不过两个大坦克对拼也不会就是发生太多的这个人头树上的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下路女警是在配合我们的纳美疯狂的点塔 而下路这个红色方的医学塔被顺势拿掉 而黄 是的 而黄子也是顺势在这个时候把这条小龙收掉 而这个红色方的这个酒桶应该是选择放弃这条小龙了 我们中路八条在这个时候顺势回家 让我们这个狐狸在中路可以再次推一波线对中路施压 而给这个狐狸更好的机会能够配合这个下路组合啊 去磨一下这个上路的塔 不过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方的这个视野啊 做的是在上半野区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在这个河道是一片光明 现在狐狐狸是尽可能的利用这个Q的最远距离 然后来打一个最高的输出 但是跟发条的QW比的话 这个爆发还是略微少了一些 好我们的这个上路的双人组合啊 在转线之后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啊 不过现在这个纳美在有W回血的情况下 他们耗纳美的血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很划算 不过目前为止这个大嘴刚才点了 这个中路一塔但是红色方的酒桶 酒桶大叶也是配合这个发条来磨我们的中路一血塔 然后上路我们开始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女姐的一套Q啊 把这个大嘴打的是残血 而这个露露是一个作为一个没有回复能力的这么一个辅助的话 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大嘴继续在线上待着了 大嘴只能选择回家 而这个中路呢酒桶在中路被这个狐狸一直是追着平A 我们的上路女警也是疯狂的在提上路的一塔 如果这个上路的一塔能够顺势拿下的话呢 这个峡谷先锋被蓝色方收入囊中的话 可能对这个中路的蓝方中路的一塔的话 会减少一些压力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路是无力配合波比 再加上纳美想要疯狂的磨红色方的这个中路一塔 而我们的肾也迅势在河道 侧方来赶过来绕过来 而且这个蓝色方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但是奈何肾只有一个人选择了不再进攻 而是防守一下我们的这个红色方的中路一塔 现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方的这个所有的成员都比较聚集在上路塔 可能是想要对这个上面的这个峡谷先锋有一些想法 我们看到下路这个圣和波比也是开始的一些对拼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上路纳美发现了这个河道三角草的这个真眼 他们试图排掉它 然后配合黄子 还是像刚才说的那样 配合黄子 有三个人可能来包一下这个大嘴 红色方作为这个大嘴 作为一个比较单薄的一个AD输出的话 红队还是比较仰仗大嘴这么一个角色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下路啊 九筒过来一个大招炸掉了波比 波比被迫交掉了闪现 而这个剩一个闪现 再给收掉了这个波比的人头 这样的话波比在下路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担待了 而我们的上路也是顺利的推下了上路的一塔 而我们的中路 狐狸在中路 配合大招非常灵动 没办法 虽然这个八条交了这个电人 但是还是被狐狸反胜一个Q 第二段的真实上海的收掉人头 那么这个红色方的酒桶在侧 此时也是要来收线 来保一下这个中路的一塔 好的 很不好意思 观众朋友们 刚才我们的后期录播出现了一点点 很早 现在已经重复了一个 OK 现在这个上路塔 蓝色方上路塔 是一直把兵线带到了红方的上二塔的塔下 给了也是 其实也算是给大嘴的一个 喘息的空间 让他能够先 先收一点经济 先收一点病 毕竟现在大嘴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 没错 现在大嘴自己的嘴需要带来 是的 需要带他做好视野 保证他的发育 如果大嘴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一段时间 大概在这五到十分钟之内的时间 那么后期还是可以打的 没错 大嘴大嘴在上路只能选择 突然这个小龙就被让掉 因为毕竟 这个蓝色方的人员太过于集中了 而这个红色方的这个 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输出点 大嘴呢 他就还在上路选择了推线 没错 大嘴不跟团的话 肾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大嘴大嘴大嘴 还是难以秒掉这个对面的CV的 现在这个蓝色方啊 三个人想要聚集在中路 想一起配合黄紫 来磨掉这个红色方中路的一塔 大嘴这是我 需要从上路赶紧找出 现在转回中路来 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蓝色方已经把这个峡谷尖锋收掉 而这个峡谷尖锋这一撞 可能这个塔是要被耗掉的 此时的球桶应该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发桥了 不过八条一个大招 把大起来大起来两三个人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个上单这个波比也是 甚至过来把这个 我们的八条推到了墙上 这一波打了一波 一换四呀 是的 而且现在比赛来到了16分钟 然后双方的经济差距是大概在4K左右 其实这个经济差距在 对于全季阵容来说 其实已经打出了比较好的影响 是的 主要就要看红色方是否能 保证他们后期阵容的一个发育 是的 而且现在这个红色方的塔 中塔掉的 已经两座塔 两座中塔已经被拔掉 那么现在这个红色方的野区资源也是大大的被压缩了 这个只能从这个视野上可能进行 再进行一些补充 然后再看看后期再包括在大龙啊 以及后期有没有一些优秀的团战可以打出来一些这个翻篇的机会 没错 这波剩提皮 下路要保一下下路的二塔 是的 其实在红色方 在发较发育还是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他可以等待大嘴 直到最后的双C 是可以保证他们的输出可以衔接的上 大嘴现在是只有一件羊刀 看看还在补是否能补出 事后的这个公宿庄 有了公宿庄的话 这个大嘴这边会豪达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路啊 这个皇子一套一Q二连 然后Q起了我们的这个酒桶 然后八条跟了一个大 但是好像双方 双方这个还是没有太多的冲突 因为毕竟这个蓝色方 没有办法再选择继续激进 这个双C的血量 还是目前为止有点低 没错其实现在红色方应该B战 现在保证双C的一个关键装的成绩 要配合圣的一些单带 在兵线上去的一些优势 嗯是的 不过圣现在便没有选择单带啊 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是交出了大招 因为现在正面打团的话 可能红色方这边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 没错现在因为蓝色方 配合他们阵容的一个优势前期优势 感军的九头 是的 不过幸亏有这个三段大招 跑得快 没错这是狐狸这个英雄的一个特点 是的 现在这个 现在也是红色方 三个人聚集在中路 想要可能对这个蓝色方的中一塔 有想法 好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波比的TP 目前为止还没有好 而这个蓝色方的下路组合也在路上赶 看样子 红色方现在是选择 还是想要求稳为主 而暂时的放弃了对这个中路 蓝色方中路一塔的这个想法 他们还是想要 对 比赛也要继续到 还是想要多给这个大嘴还有剩一些发比机会 对 然后现在比赛时间也被慢慢拖到了二十分 是的 在大龙的争夺上 我感觉红色方还是非常有机会 红色方在大龙 如果说蓝色方先开了大龙 那么红色方配合这个打野 以及发条这个大招 说不定能打出一波 让你惊喜的效果 而且其实蓝色方在 在打龙的一个速度上 其实并不是特别快 尤其是狐狸这个英雄 是的 那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刺客 打出一套爆发 对后排造成危险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方想要对这条小龙 就是求稳祥这条小龙 有一些想法 他们想要试图就是 争夺下这第三条小龙 而这条小龙 红色方还是要选择去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图支援 现在这个蓝色方的女警也是 迷得相当的远 如果赶过来的话 可能 没有办法 及时的赶到 现在我们这个蓝色方 也是 及时的赶到 我们这个试图 是不是要开打的 这边发条大招之间 打死黄子 发条大招之间 是的 黄子还是脆啊 看到这发条的所谓 躲过了狐狸两套致命的几人 现在 这个英雄在团战中 还是能打出很高的一个重阵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黄子的牺牲呢 这个黄色方现在想要来 攻击这个 蓝色方的中一塔 我们现在这个独立 被这个肾被查碰到 但是没有办法队友跟上 这个时候也 其实也没有办法再跟了 发条已经没有状态了 对 其实现在双C的伤害 还是足以 现在开到谁找谁的 是的 现在还是 大嘴还是没有度过那个困难期 这个大嘴还是需要在多多的发育 为这个大龙做这个准备 没错 狐狸也是和发条 防止自己的两件套 现在就要看大嘴的装备 什么时候能成功 是的 现在发条也是非常机智 掏出了这个女妖面纱 防止这个 波比狐狸 以及这个 王子的突襟 活着才是硬道 没错 还是红色方这个兵线一直推过去 上下一卡 没有办法推到 是的 而且现在红色方极需一场 就是打得恰到好处的那么一场团战 然后来为这个队伍增加一些经济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圣 他的大招对对面的一个后盘 和自己后盘的一个保护能力 圣配合这个发条 但是讲道理现在的圣 就算是冲进去的话 这个 红色方的后续伤害 还是不如女警这边 小卒 毕竟女警这个夹子镇 圣也没有办法就是 强行地冲进去 是的 红色方现在聚集在中路 想要 搞事情 但是目前为止 这个蓝色方有三四个人 赶到中间是非常地及时的 所以红色方现在没有办法开打 是的 现在这个狐狸 狐狸跟大美非常在中路 压得非常靠前 不知道这个酒桶 是不是想从侧面攻击 来一波团战 然后配合圣的这个大招 是的 圣的大招还有TP都留着 就是防着一手 现在也是双方都在 往这个大龙这个方向靠 好 然后圣看来是想继续担待 而红色方的 对 红色方的上路也是由酒桶 来单独收 是的 是的 其实 其实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酒桶 也是被 顶起来 顺便被纳梅 耗起来 然后迎接了纳梅 是的 今天纳梅这大招 就在一直在空中 这个时候 您可以看到 大嘴现在可以进行到疯狂的出出 好 大嘴这一波是真的肥 不过狐狸 这一波看来天秀 不过还是没有能够换掉 他 其实第一波切入时 注意 你 挺没有把握 好 就后几大招 没有办法完成一个收割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不过我们这个 红色方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这个红色方的上路的二塔 也是为这个红色方 争取了一口喘息的机会 没错 其实这波还是要归功于一个神的大招 是的 还有发条的那个大招 也是放的特别的精彩 没错 他拿到了 拿到了两个后盘 嗯 这给了大嘴一个足够的输出的空间 现在大嘴能够操出来攻速庄 加配合羊刀 这个伤害现在是可以打团的伤害了 没错 尤其是卢安娜飓风这件装备 所以在大嘴身上的紧身是最高的 是的 那么大嘴是现在选择继续在上路收线 然后不知道下一波 他们是否对这个大龙有什么想法 这样子 可以 就的时候 可以 所以 他现在的大招还有GP都还在手里 而这个波比 也是被这个下路两个人困住 而这个时候蓝色方队友没有办法集市的支援 博比反身一个大招 而得以调脱 纳斯他们现在是想要争这条小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站位是 红色方是比较聚集在小龙中间 并且已经牵手打起了小龙 而我们的蓝色方也是狐狸在侧 这边一个人等待这个右边 这个博比或者是黄鼠开门 大嘴在后一台就是直接 只要路路死保大嘴的话就很大 而这个女姐的夹子阵 也是没有有效地牵制住对方 而这个红色方也是顺利地拿下这条小龙 现在比赛来到了27分钟 将近28分钟 现在狐狸是否能大招逃脱 狐狸大招撕血逃脱了 现在我们比赛来到了28分钟 然后双方的经济 现在红色方反超了 别错 这边红色方在两国团战之后 反倒是经济超过了 是的 主要是大嘴一旦有了这两件套 能够打团了的话 那么这个蓝色方在团战上面 就并不是很吃香了 现在对于黄子来说黄子还不够肉 如果突进全手突后排 让她露露死保后排 其实她是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的 毕竟现在大嘴的输出是非常高 而且大嘴掏出了一个水银细带 应该是大龙团或者是下路塔的这个防守了 不过扇现在在下路丹戴尔 蓝色方的五位成员 也是一直都集中在上半野区 那么看来这个下路的伊塔 蓝色方下路一塔 需要推掉 是的 这个女警的伊空掉 现在波比自己单独去下路 跟这个圣一行对决 而且守这个下路二塔的线 而圣也是慢慢的往中路靠近 试图想要从后面包住蓝色方 但是被蓝色方发掘 哇 现在这个大嘴的输出 十分的爆炸 而且这个军练果然是采取了素保育的阵容 现在大嘴的输出 这个蓝色方的双戏是根本扛不住的 一旦是配合了这个路的大招 以及圣的大招的话 那么这个大嘴一旦活下来 这是对蓝色方巨大巨大的威胁 而且蓝色方现在无法秒掉大嘴 是的 那么这条大龙应该是红色方顺势收入当中了 那么接下来 是的 红色方该如何利用这条大龙 那应该是采取四一分推的这个局面了还是 是的 是的 像现在这个圣能够完全单带 而这个大嘴的输出来的这个状态下呢 这个四一分率是完全就是可以选择这么一个战术 如果秒杀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蓝色方这个双C都是出了这个保命装 而且双C的这个都有相互的一个保护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英雄在这边 所以其实黄子现在的这个肉装这个程度呢 以及这个输出程度的话 其实秒掉是非常难的 除非现在蓝色方能够在野区 或者是在某条线上进行一波单抓 是的 但是实在是可以 不好弹抓 现在我们也是看到双方的视野啊 这个都是固执在河道 我们这个红色方做的稍微更深入一些 在这个蓝色方这个蓝buff 以及这个小龙的这个位置 红色方的视野相对更宽阔一点点 是的 现在就看这个红色方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个龙霸 是的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来看蓝色方必须要开了 不然的话这个 这个塔只能被慢慢地磨掉 但是在大龙buff的这个加成下这个塔还是掉得非常快 不比一个人毕竟新线能力有限 基本 是的 身也打不动波皮 而只能被推掉这个塔 而我们这个中路的蓝色二塔也是被推掉 现在就看这个红色方是否要转线到下路去进行一个分推 没错 没错 现在第三条 黄子应该是六条 这边 这个发条也是上来就大中了这个 黄子 但黄子在落单的情况下只能是被这个大嘴给秒掉 大嘴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肥了 现在黄子在落单的情况下还是太脆了 所以还是要注意力是 这波 我发现这边 这边 有点准备的 是 是的 不过大嘴现在也是出了这个轻语啊 这个 前 这个黄子目前为止的这个 坦装应该是完全承受不住的 没错 其实大嘴出轻语这个突装还是 比较少见 是的 不过考虑到这个 蓝色方的这个双肉症 对 他其实心里也很凡是 他们对我们的这些 从他就很害致 对 是的 嗯 也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黄色方的 慢慢的绕后 想要去抓这个推线上路的这个波比尔 波比反身一个大招 盘开了九头 是的 只能在这个野区进行一些博弈啊 是的 只能在这个野区进行一些博弈啊 只能在这个野区进行一些博弈啊 已经视野了 就是说如果在野区想要进行单抓或者是进行一些博弈的话 其实蓝色方还是没有足够的视野去支撑 嗯 现在就 嗯 是的 嗯 是的 是的 现在这个红色方选择了由大嘴跟露露他们来下路单带 然后这个蓝色方也是波比在下落单独首线 现在比赛来到了35分钟 然后双方的经济大概是插开了6000的经济 真是好不可思议 从一开始就是落后的经济 刚才在反超了6000的经济 是的 而且给了大嘴很多发育的机会 是的 现在这个蓝色方也是向下落塔靠近 想要守住这个下落的二塔 而这个波比跟肾在上路进行的激烈PK 而如果下落一旦打起来的话 这个肾有大招有传送的 还是有一些吃亏的 是的 是的 而我们在这个下落红色方的 在等待兵线的这个过程中 肾已经将红色方的兵线带到了 这个对面高地的这个塔下 是的 是的 纳美此时的流人 我觉得这个大招不如用来保人 毕竟这个更保人的话 这个纳美这个大招还是用来保人更好一些吧 黄姐姐康复它是 但是现在无奈这个大招的伤害太高了 而且这个波比现在的传送 这个发条空的大的波比现在传送下来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追上我们对面的 而这个狐狸的血线也是被压得非常非常低 没错 其实这个波比现在 嗯 现在已经是什么时候 是的 现在蓝色方选择继续追 哇 两个闪现交出去 好 狐狸还是秒掉了这个大嘴 我其实红色方有点浪 嗯 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蓝色方在这 蓝色的那个情况下还要选择继续追击 而蓝色方现在就选择了开大龙 非常的募断 是的 好现在这个蓝色方顺势拿下大龙 这也是一波喘息的机会啊 嗯 那么现在看蓝色方如何利用这个大龙buff 其实下一波参战对面的双招位 双招还没有好 所以现在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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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招点吧 是的 好现在女警这个双招也都还在 是 是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方比较像中路跟上路来聚集 而蓝色方在拿到大龙buff的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可以去推一下中下 对 现在红色方其实是要 红色会稳定一下 后后我们看到发小的状态 他就缺少了一个 然后 其实非常好 是会上 是的 没办法他出了 面具啊 还有练杀这种保命的装备 是的 是的 而且现在蓝色方如果突进的话也是出大嘴 现在这个双方想要围绕着这个 这个 老龙 现在是老龙了吧 是的 是的 他们一定要争够下这个 如果能拿到双方会的话呢 应该会可以一波拿下主力的方式 好 现在这个红色也是 快先放这大招放得非常果断 而却通过了这个人群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子也是进去直接去开这个大嘴 但我们在大嘴抱着这个这个 这个 却的这个大招而活了下来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比也是没有办法承受出这个大嘴目前为止的输出 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水思宝一 真的是没有办法 而现在这个蓝色方只剩狐狸自己在这边守 守这个水晶还有这个门牙 但是 八条现在伤害 真的是打狐狸还是挺痛的 多QW 是的 还有一个龙种 嗯 现在红色方也是求稳选择了分分回家 来进行下一波的这个团战的准备 刚才那一波也是收入了一笔大大的 啊 入账啊 一笔金钱的入账 我觉得如果有鲁鲁跟圣的大招在的话 去 留一个复活甲 现在可以 嗯 现在我觉得可以出这个 顺 顺便把这个水晶弯刀给做出来 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大嘴比较好的 而且它的输出也够 这个 打这个 包括打这个波比也是非常轻松的 其实 没错 其实上一波团战可以看到大嘴的伤出已经 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足够 嗯是的 现在主要是皇子进去是真的是切不死大嘴 毕竟大嘴这个水晶加露露加善的这个大招 实在是切不死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如果纳美的大招用来保人 而不是用来率先开团的 可能会打的稍微顺一些 像现在 直接秒掉了女姐 这个 女姐也是猝不及防 是的 如果下路一旦女警被秒掉的话 那么这个下路的二坛可能就是要被尘尘磨掉 而这个波比没有办法去牵制住这么一个圣 他们俩内坛也是谁都不亏谁的 而波比现在是顶着兵线在跟这个圣摆啊 他要是这个时候 红色帮丢了一个救赎啊 然后纷纷的把这个队友给你奶起来了 这个时候很努力也是被秒掉 这个 而且现在 有大面具跟女妖在手的底下 八条也是自保能力特别的强 所以队友只需要把精力保在大嘴的身上就可以了 但女姐现在太需要一个就是能够保护的这么一个一个技能也好 一个音声也好 但是 是的 虽然纳美也是一下泡水了两个 但是 呃 无奈啊 这个红色帮的人非常的 呃 红色帮人数据多 而且这个 两个门鸭塔是被 这个红色帮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的 我们本场比赛结束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呃 我们的 比赛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双方的输出 这个双方的输出 等画面加载一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输出这个 这个 发条的输出啊 应该是两方最高的 然后大 然后狐狸是其次 也是靠双方 呃 后期有点烈士的情况下 翻回到大龙的 是的 而且 对 非常的 嗯 而且 是的 是的 而且狐狸在前期对线上 已经非常极致的用他的那个 Q的极限距离去打出最高的伤害了 已经 而且在这个后期团战中也是 呃 一直在拼命的输出啊 不过 呃 无奈这个大嘴后期这个被保的这个 被保的实在是太太频繁了 而且发条 加上本身有这个面具女妖的这个护体 对 没有办法 导致这个 是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不过 红色方也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 在在 呃 这个翻盘的这几波团战里面 尤其是在大嘴 嗯 出了攻速装配合这个扬刀的呃 这个威力能打团的时候 第一波团战的翻 翻盘就已经 展示出了大嘴非常恐怖 这个英雄非常恐怖之处 没错 尤其是配合上 还是香炉怪碌碌的一个加持 是的 嗯 在自身的保密能力上 速度能力上 还是 全战中过于的素材 是的 所以我们再次恭喜我们这个 红色方拿到本次友谊赛的这个胜利 恭喜 嗯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感谢豪气充天不差钱 鼠趴 鼠修party样样拳的JNC国际暑期学校 平台冠名赞助 并且协助本次赛事 感谢玲瓏加速器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也是同时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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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